前方路口綠燈,一輛轎車突然探頭迴轉 只見直行機車速度飛快 煞車暗到底一旦天魚路滑 騎士直接往前噴飛 滑壘鑽進車底,頭還被猛力夾了一下 瘦華在新北領口中山路 騎士發現前方轎車迴轉 急按煞車時,路面濕滑 輪胎壓到標線自摔 差不到幾公分,頭就要被輾進車輪 目擊民眾全都嚇呆 而同樣驚險車禍發生在苗栗台 騎12縣19.4公里處 自小客車標速而來,完全不減速 直接慘進大型緩撞車底下 衝擊力道直大,瞬間仰起煙尘 連鏡頭都上下搖晃震動 我們在施工就聽到 砰的一聲,我們就... 趕快往回看 他說他開那個補救駕駛 30多歲男駕駛,額頭撕裂傷 還好送醫後沒有大礙 超慘追撞事故還有他 台北城的路上,白車轉出巷子 跨越兩個車道 騎士趕緊按喇叭示警 接著猛吹油門往前衝 沒想到 碰得好大一聲 機車猛力追撞上去 鏡頭天旋地轉 原來這輛銀色BMW並排圍停 害20歲夜性騎士受傷 這下恐怕BMW車主 也得負起造勢責任 只是嘴尾衝撞難防 頭對頭也不一定閃得掉 換聯繡鄰鄉台九線 銀色翔行車開到路口準備左轉 對向休旅車高速一面而來 兩車大力對撞 休旅車瞬間騰空彈氣 甩了180度 駕駛還被變形的車體夾住 港名駕駛 一人頭部擦傷 一人小腿撕裂傷 緊急送往醫院救治 幸好都沒有生命危險 只是為了一時搶快 發生嚴重車禍 實在得不償失 這是中長陳光宇宋的報導